男人把价值上义的怀表拆个吸烂 然后再用防腐蚀的针骨 将少量硫酸注射到怀表里面 接着缓缓调整发调复归原位 一颗不起眼的硫酸炸弹就制作完成 而这正是大汉奸王秦汉的怀表 因为徐天曾在宪兵队见到过他 并且那时王秦汉的怀表出现了损坏 于是徐天便推荐他去亨德利表行维修 这样就能悄无声息的调换表 从而将硫酸注射到怀表里面 在做完这一切后 徐天便让母亲把怀表寄去宪兵队 并再三强调千万不能打开怀表 千万不要给表上发条 别人的东西我不会碰满 你这都 徐天听闻便满意的回到了房间 为了确保这次能顺利的救出田丹 他便又动手做了几个定时炸弹 将其中一枚小心的放进鞋盒 随后再把王秦汉的住址写在纸套上 迟到晚上的时候 徐天便叫来好兄弟铁 表示自己的床头下有一个鞋盒 里面有设置好的定时炸弹和地址 一点中以前 一定要把这颗炸弹 扔到王秦汉家里面去 铁灵虽然不懂徐天的操作 但作为好兄弟的他 还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而徐天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这次一定要把田丹从宪兵队救出 可他刚走出家门口 就遇见几头特务在欺负邻居 此时的徐天已然没有了当初的顾忌 三下午除二就把特务干翻在地 随后徐天便淡定自若地来到了宪兵队 随后用王秦汉的性命威胁银子 如果明天田丹不能安全地回家 那他就会让王秦汉彻底消失 可迎左听闻却不以为然 就算徐天有通天的本领 也不可能在牢房独自完成刺杀 见徐天这么有把握 迎左便让守卫24小时轮班看守 直到次日中午 开完会的王秦汉准备坐车回家 却刚好看见一旁已经修好的怀表 可就在他拧开发条的瞬间 里面的硫酸刚好溅在了他的手上 王秦汉的手被严重灼伤 而听到动静的尹佐则急忙冲过去查看 好在他并没有生命危险 随后尹佐便找到牢房里的徐天 可还不等他询问事情的缘由 徐天就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约定的是让他受一点伤 然后你让我见过我分区就能 你先不让他 王秦汉受伤 换一个意思 你给天安顺序的时候 并且只有20分钟的时间 如果没有按时送到就炸毁县兵队 尹佐听闻气氛不已 但却拿徐天一点办法也没有 最终尹佐只能让手下去准备蛋糕 并且对县兵队进行全面的排查 可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出炸弹所在的位置 而徐天也早就算到 这里离最近的蛋糕店要25分钟 于是鬼子不出所料的晚点了5分钟 在田丹吃下第一口蛋糕时 县兵队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原来徐天早在前一天 就把定式炸弹丢进了门口的炮筒里面 然而此时的尹佐却还是不肯放田丹 于是徐天便只能威胁王秦翰 显然这时的尹佐还抱有侥幸心 殊不知此时的铁地 已经带着炸弹来到了王秦翰的屋外 那么长期内就会发生了 而且是不肯放那些 但是非参加了 门口 请 收集团 门口 就